哈喽大家好,我是潘大师,欢迎收看粉丝大师,观战来观战一把绝活咒术师啊,看来像他现在已经打到了S1咒术,一波冲上来的一个咒术师 阵容方面的话,先知冒演家加咒术,这套阵容的话突破点蛮多的,先知冒演家都算是突破点 抓咒术呢,怎么说呢,我觉得一半一半吧,邦邦也不是不能抓,也不是不能抓,抓还是能抓的 就是咒术师也有牵制起来的一个能力 就看邦邦这边会不会这么不幸的撞脸咒术了,他如果说找不到咒术,或者说没撞脸到咒术,抓到先知或者冒演家两个当中的一个,这把的话邦邦就输不了的 因为这套阵容没有祭司,没有祭司的话,他很难去把这个局势串联起来,或者穷者的一个运营节奏串联起来的 炸弹,炸弹补,漂亮,三连炸,这一波三连炸炸的很nice啊 然后再一个炸弹封点,你看这时候如果说有一个祭司在医院里面,那整个牵制的节奏要好得多得多啊 先知单牵制一个邦邦挺难的,补一颗炸弹,漂亮,哟,这邦邦有一缩一,这两波炸弹果然是细节决定成败啊 这两波炸弹丢的真好啊,不过医院还是难抓,这边一波反绕,绕过来,再补,能炸到 nice,三手炸弹都很细,都很细 再一颗连雷的话,开一阶了,看能补上吗,补上了一颗遥控雷,哦他这边还想连刚刚那个雷,漂亮漂亮漂亮 这里的话,还有一个冒玩家蹲在这边,看见了没有,好像没看见 还好没通缉到冒玩家,通缉到冒玩家,这冒玩家心里一惊,我来个去,你什么情况 刚才好像,那刚才是看见了吗,不知道不知道,这个毕竟我们不是第一次想,不是他本人 我当时看这坨草的时候,我看不见这个猫野家,一颗遥控雷丢过去,远程引爆,猫野家有没有反应,有反应,拉开了,这机子的话好像能修 但好像又炸到,又能炸到,我们待会儿看一下,没炸到 先知卖掉的话是最好的选择,卖掉的话是最好的选择,卡着卖掉 因为你不卡着呢,待会儿帮帮这边,顶出去,对于穷者来讲,就是帮帮这边,第二波节奏会续的比较快 如果说压着呢,其他两个人往后撤,对吧,这样的话呢,你第二波只能追这个佣兵 你不追这个佣兵,你要不就,对吧,跑过去追下一个人 但是佣兵这边是没有必要走这么近的,我觉得远远的稍微的意思意思就可以了 这个走的太近了,就是吸引邦邦来抓他吧 消耗一下护币也行,消耗一下护币也行 这个局,邦邦想要赢也不是那么容易,因为求者不救的话 他自己要靠自己的一个追击去续第二波节奏 满吃力的,满吃力的 一个冒兵家你不一定找得到,一个咒术师嘛,在医院里面 佣兵呢,有三个户壁,佣兵这边拖一拖 冒兵家这边能修多少,咒术师台的话应该也能修开 那也就是还差一台,差一台在哪里啊 差一台新机 冒兵家这边手里还有21%的输液 这边机子亮点的话应该是能知道人的一个大致方向 但是这是个冒兵家,有足迹了 有足迹了,这里冒兵家能狗猪吗 看见了,看见了,看见了,看见了 看见的话一颗炸弹先封口 第二颗炸弹直接补上,漂亮 不得不说这帮帮的一个连炸真的炸的很nice啊 直接切闪 一刀带走 外面的话,佣兵的搏命是没有交掉的 所以说这边还是能够来救一波人 就看这波防守的是谁来 我觉得,其实咒术师来也不错 机子压好的话,咒术师来吃点菇也不错 就咒术师来因为你这边的话 机子没压好的佣兵来 因为佣兵可以突破8帮炸弹的一个防守有个护币 但是如果机子压好的话,其实咒术师来也不错 这边是过来管机子的 他也知道这边守着这个冒兵家很难打的 不太可能能赢的,因为他这边闪现已经切掉了 一刀打 遥控雷有,遥控雷这边有 但是这个距离的话不太好交 因为在医院里面炸弹很容易被障碍物给挡下来的 补一刀 斜角 一个孤 21的输液佣兵捡着 大门这边 回身过去 继续管这台机子 这台机子差有多少 我看,确实差了没多少 差了40% 这个输液好像已经交了 输液交 没交没交没交 看错了 看错了 眼睛突然花了 最后一个护币也逼出来了 穷者这边剩余的东西不多了 棒棒的话 他 拖一个闪现的开门战 我觉得也很难去真胜 贴刀,密码机 够不够 不够 不够的话 这里这波击倒的话呢 他能够通过一波防守来打 我们看一下谁来救 谁来救 好像想挂人地压室 那这边的话 其实球者可以直接点亮 不要去救了 直接点亮 对 不救 你怎么办 我不救 难不难受 难不难过 这边众术师医院站着 对 这手的不救是最好的一个选择 来救 这状态也救不了 这状态真救不了 这里的话 你这边已经切过闪现了 插眼切闪现 你也没有传送了 留不住人 这把的话 两边打的都挺好的 帮帮打的好 穷者的话 在面对这么大压力的一个帮帮 帮帮给他这么大压力的情况下 还是 抓住了最后的机会 要保平了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